账本拿给我看 就这么定了啊 再见 慢走 包 慢走啊 再见 别着急 别上火 慢走 你还真要把账本给他看呢 看账本 看账本 你没发现他今天这儿有问题吗 你看不出来啊 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 那还得给他呀 你要是不给他 他明天坐到这儿他不走 怎么办 你对付他 到时候 来了 二位 来来来 能对付得了吗 张姐 你是说 我妈来这儿 要看账本 查的还不是一周 一个月 她甚至想把全年的流水账 都查了 赵叔 她妈妈来找张姐 看账本的时候 是不是特别地严肃 可不是 所以把你妈都给逼急了 一个劲要给你打电话 那她说话的时候 有没有一点前言不搭后语 是啊 她说什么 不图个啥 就是为了孩子着想 又说什么现在如果不给她看呢 以后烧给她看 反正就是 我觉得她说话颠三倒四的 一斌啊 说句不该说的话 我以前觉得吧 你妈身体好像是有点什么别的问题 现在看来你妈得的是 好像是 躁郁症 躁郁症 嗯 赵叔 躁郁症有什么症状 这 这 焦躁不安 精力旺盛 喜欢主动和人家攀谈 交流 谁啊 哎哟 阿姨 你怎么来了 来来来 快进来 快进来 盒儿啊 你不着急休息吧 不着急 快快快 我去倒杯水啊 好 来 喝水 好 阿姨 这么多年没来 还记得路啊 小盒儿啊 这两年以前啊 从以这儿到阿姨家的路 阿姨走过无数次了 这不是一直还想着 这条路不是 你还要娶我们家义兵吗 是 阿姨啊 这么多年谢谢你 一直帮着我 义兵是一个好女孩 但她已经明确地拒绝我了 盒儿啊 那个阿姨 好好地跟你分析分析啊 这 亲爱的 这是 这是我朋友的妈妈带阿姨 阿姨好 阿姨好 您好 我们聊点事情 你先睡吧 那你们好好聊 拜拜 小盒儿啊 这要是哥在平时 阿姨肯定不会来找你 这么死去白咧地求你 多丢人哪 不是 阿姨 话不能这么说 好了 好了 可你得理解阿姨啊 其实这事儿吧 我也管不了许久 但是 义兵的婚事 阿姨确实是放心不下 我就不要呀 魑吓只要你能答应阿姨 又安安心心地走 阿姨就安安心心地走 阿姨就是到了天上 也会保佑你的 啊 不是 阿姨 阿姨 你这 你怎么了 其实这事吧 我谁都不想说 这不是阿姨跟你亲吗 就什么事都不瞒你了 就前两天 我查出自己得了胃癌 这恒数是没几天了 不是 阿姨 早年 阿姨 你先为解 先为解 阿姨 闭咕闭咕闭咕 这什么时候的事啊 早年 怎么了 怎么了 阿姨 先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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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早年呀 晓月 这真的是恒数没几天了 找我有事啊 趁着你午宵 特意过来找你 昨天阿姨找过我 跟我说了很多 抱歉 打扰到你了 易冰 阿姨身体除了这么严重的情况 我也非常难过 昨天晚上我一宿没睡好 不是我说你啊 你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她了 谢谢你 赫然 我确实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我妈 但她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可能需要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恢复健康 哪儿还有时间呀 如果阿姨再不做化疗的话 就来不及了 遭遇症做什么化疗啊 什么还有多少时间啊 癌症 阿姨昨天亲口跟我说的 胃癌 妈 妈 妈 你态度积极一点 现在我还没有告诉爸跟天乐呢 咱们先在大医院好好检查一下 就算确诊了 但还有前期 中期 晚期呢 只要不是晚期 咱们就都能治得好 这次啊 我是要死在这医院里的 妈 你不能心理上自己先放弃自己啊 现在医疗条件非常先进 肯定有治疗你的方法的 我说易冰啊 这个病妈妈已经了解过了 就剩那么一丁点看得到头儿的日子了 你就别劝妈妈了 孩子 有时候 你是不是特别恨妈 妈 一家人 多少都有磕磕绊绊的时候 妈这一辈子 是经历过婚姻失败的女人 妈就想着 妈受过的苦 不能让我的孩子们再吃了 妈 我了解 我明白 但现在不是说这些事的时候 啊 闺女 妈跟你道歉 妈对不起你 妈 妈我不怪你 我以前是总跟你生气 以前我觉得你管得太宽了 有时候你还特别爱耍小信子 但我知道 你是因为爱我 才管得这么宽的 真的没事啊 行了 闺女 你就别再美话骂了 知道吗 妈这一辈子 心里什么都没放下 只装下我们家死口人 你和天乐不关注我了 我这心里啊 我就虚得忘了 又受你们忙了 顾不上他理我了 我就担心 我们这一家死口 是不是不存在了 妈这毛病多 跟李希成的妈妈 真的没法比 谁说的 在我心里 我的妈妈是最好的 真的 带圆圆在吗 在 准备做检查了 好 好